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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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不舍爱与自由 穿过荆棘越过几重高楼 千残过尽谁余游 远离境世世跌宕为天下苍生 忍不起最初的天真 誓言我低声声此行天地可真 越黑暗中越多无辱星辰 远走过命运浮沉偏向阳而生 年华已顺念作永恒 千路漫漫心中又不灭的灯 有一人在迟迟的梦 有一人会将梦完成 我当主位 这木鞭修发誓不敢来了吧 那谁在连迟的梦 这谁在连迟的梦 哪有敢来这儿啊 就是啊 当日我还见他自信满满 原来也是个俗包啊 合不就 你说他要是真敢来怎么办 那正好啊 女探花 热访青楼 伪哉妙哉 小行宫虽然是风月之地 但不乏文采风鬼 已逐渐成为风雅之地 孙边秀所言甚是 不愧是出自江左孙氏 朗朗如玉啊 是啊 我等就是开玩笑罢了 开玩笑 开玩笑 抱歉 抱歉 孙边秀 下官来晚了 孙兄 木边秀 沈边秀 你可是来晚了啊 自罚三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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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入座 木边秀 一起吧 快快快 沈边秀 快出座 来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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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罚 前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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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边秀 今日染了风寒 这一杯 我剃了吧 这沈边钻啊 还真是会怜香惜玉啊 是啊 是啊 就是啊 让我们 再饮一杯如何 好啊 满上 满上 好 好 满上 好酒 诸位 诸位 前辈们都多喝几杯 来 好好好 请请 来 请 来 诸位 来 沈兄 请 来 沈兄 咱们一起 来 好好好 这才对吧 满上 满上 前辈 来 沈大人 来吧 诸位 试陪一下 好 好 来来来 前辈 我再敬你一杯 前辈 沈兄 咱们一起来 痛快 来来来来 买上 买上 喝杯 好酒 酒好 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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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上 倒上 沈兄 打扰了 老板 新得了一本诗选 想说 要见木叹花一用 所以 各位先自辩啊 走 诗选 诗选 那 沈兄 一块去看看吧 老板的诗选 什么 今日这宴会 就是为尔等助兴啊 你们一个两个三个都走了 那这宴会 还有什么劲啊 对啊 是 不能都走 真的不能走 你尽兴啊 那我便留下 和诸位再喝三个 如何呀 好 要 要都留下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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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有意惊心 怎么了 木叹修走了 诸位是不愿意跟沈某喝了吗 有意义 王爷请喝茶 尝尝 这是你最爱喝的君山银针 记得你从前总嫌茶苦 从军后 却是变了口味 对 怪朕怪朕 不该提军众的事情 皇兄 有些事不提 那也是曾经发生过的 人只有不断面对痛苦 才能够找到圣的意义 朕迟到了 臣弟今日 还真有事要说 巨马河一阵后 北梁依旧忽视眈眈 时有试探和挑衅之举 骚扰别民 臣弟想以东下河潭为名 逼迫北梁主动找上门来 便可借机 促成与北梁的盟约 稳住边关的局势 好 朕大于你 你 多谢皇兄 多谢皇兄 来 浊华 喝点汤 谢谢宋姐姐 你真的没醉吗 还好 就是有点头晕 这是我走入官场的第一掌 我是不会退缩的 他们瞧不起我 我偏要做给他们看 那帮老油条 明摆着就是想整我 但是 我自己不会真往火坑里跳的 要多谢宋姐姐 及时来给我纠茶 你和我之间 就不要提谢这个字了 宋姐姐 你真好 周华 你是不是有心上人了 宋姐姐 我是要走仕途的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心上人万万不敢用 不敢用 真的假的 我看那沈公子对你极好 只有这般风靡京城的人物 对你还亲眼有加 宋姐姐 那是绝对没我的事 我这条路啊 就要靠自己 靠不得旁人 你要是真有这种想法 那你一定会尝试的 谢谢宋姐姐 那你先喝 我在前厅还有点事情 你快去吧 嗯 嗯 沈兄 你也出来多久啊 怕你喝多了出意外 所以特来许你 多谢沈兄挂你 咱们走吧 等一下 沈编子安 木编修也在啊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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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快啊 我 我先去给你们打烟火 他 他 他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他还误会 就让他误会吧 无妨 那不行 沈兄 那得麻烦你 再跟他解释一下 这爱慕沈兄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我可是怕被生脱虎泊 知道了 孙大人 沈编子 我方才 雨沐大人 只是恰巧风暴 您不要误会 原来如此 沈编子安 请放心 我 一定不会对 一定不会对 那个沐大人 对沈大人 颇有几分爱 竟然在小情侯 对他 对他怎样 怎样 姐妹们 我刚听其他姐妹说 沐大人和沈大人私会 真的吗 沈大人 你听说了沐大人 跟沈大人私会的事了吗 对对对 有人听说了 看沈大人 对了 真的 你听说了吗 什么呀 沈大人和沈大人 二人在小情侯私会 听说了吗 真的 你听说了吗 公主 您听说了吗 沈大人竟然在小情侯 和那个沐浊怀私会 他二人皆是有大志向的人 如今 好不容易才走上官土 怎会因为小儿女的情思 耽误了前程 可是公主 这瓶中的花儿 难有参天的数字在呀 你呀 不要听风就睡 王爷 您听说了吗 何事啊 这坊间传出一辙 才子才女的趣闻 难道不是才子家人吗 这主角是星科状元和炭花 可不就是才子配才女吗 王爷 您说这慕浊怀花花肠子也太多了 昨日刚骗您说爱慕您 今月就跑去和那沈金红 情情窝窝 我看他就是见义思迁 我男臣一贯的律令都是 女子婚嫁之后 不可再为官 他这么想做官 怎么会陷于爱情 而毁了自己的仕途 属下 是不是为您 抱不平了 如果 真的是那样的话 他可以摆脱这趟浑水 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您可真为他着想 对了 对了 这两天 把我男臣要和东下和谈的消息放出去 属下遵命 王爷 您这一招引蛇出动太妙了 也是时候 莎莎被良人的士气了 你们下去吧 是 根据飞银小舟的情报 这鹰爪沟 真的来自于北凉 看来王爷是想把当年的真相 一并查出 那王爷要跟东下和谈 这北凉一定会从中捣乱 这王爷突然间要主动插手礼部的事务 那必定会打乱这幕后之人的计划 那你说 是北凉先动手 还是幕后之人先动手 嗯 嗯 你会不会说人话 你除了嗯能不能说点有用的 嗯 懒得理你 有趣有趣 好好好 这位姐姐 这份饭可以给我吗 来晚了 没饭了 可是这还有一盒啊 这饭不是你的 不是我的 怎么了 沈大人 您初二已经回来了 还没吃饭吧 嗯 请 这 来 让我来看看 有什么好吃的啊 卧 卧 卧 不愧是精彩绝艳的沈大才子 这伙食的待遇都不一样 孙雄 我们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给你了 是这样的 这定睛城里啊 上到八十下到八岁 但凡是个女的 就没有不爱咱们神呢 还不好意思了 结果呢 却被你进水楼台仙得月 占了先机 你说气不气人 孙雄 我怎么就进水楼台仙得月了 还装傻 这惊鸿兄把饭都让给你了 再说了 你和惊鸿兄在小秦宫 轻轻握握 缠绵翡涩的故事 已经被编成了画本 传遍整个定睛城了 不瞒你说啊 我自己还买这本 来 来来看看 就是这个 翘探花夜会状元郎 正是 孙雄你别说 这文笔啊还真不错 我们木边修的心 不是一般的大啊 行了 你就别酸了 一起吃 好嘞 帮忙 帮忙 哎呀 定王殿下 不会也知道了吧 我前日还跟王爷说我爱慕他 今日就闹了这么一出 这个若少 是 是我自作多情了 他心中何曾有过我 又怎会在意那些风月谣言 沈大人 您是来找公主的吗 公主 给孩子们上完课了 是啊 刚下课 看到公主在 就特来和您告个别 今日一定得找王爷解释清楚 王爷 木珠华求见 他来做什么 估计是来解释自己为何勾引王 为何勾搭沈君红吧 本王公务繁忙 没空听他说闲事 让他回去吧 是 我听他说闲事 武奸行 帝王殿下公务繁忙 让你先回去 哦 哦 有劳了 莫变相 您怎么又来了 下官今日在编转北梁维书时 遇到了点小麻烦 所以想请帝王殿下指导一二 真不巧 帝王殿下外出公干了 外出了 哦 哦 谢谢 又不在 走 小姐 真的要这么做吗 可以 菊莉 就拿出你小时候打鸟的水平来 争取一击即胸 嗯 我试试 来来来 快 加油 驾 来了 小姐 石头 保护王爷 嗯 王爷 霸车坏了 别中了 小姐 别 别 别 误会 王爷 修不好了 王爷 好巧啊 您也走这条路啊 这条街就是定王府通马皇宫的路 哎呦 王爷 您这车坏了 别装了 王爷 这马车就是他弄坏的 什么可能 不 不是 王爷 现在过 木边修 你很闲吗 不闲 我们汉林院 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车剑 把修车之子索要回来 是 王爷 王爷 木边修 你三番五次来读本王 到底所为何事 王爷 您近日 有没有听到什么流言啊 本王很忙 没有工夫关心你的流言 王爷 您就别生气了 下官真的是被冤枉的 本王为什么生气 王爷 这件事情要说起来 那跟您可是有关系的 王爷 别生气了 您听下官给您解释一下 前些日子 下官跟汉林院的同僚 一起去小秦宫聚会 那个时候 下官的脖子上不是还有伤吗 下官就想着穿一件披风 可以遮挡一二 可是后来喝了点酒 一不留神就忘了 把披风给脱掉了 又遇到了来多久的沈兄 不巧的是 碰到了我们汉林院的同僚 更不巧的是 让我们同僚 看到了我脖子上的红痕 他就以为 以为我跟沈兄 他们便误会了 但是下官脖子上的痕迹 明明是王爷留下的 下官都是为了维护您的名声 这才不辩驳的 王爷您挨搭不理的 下官这心里委屈得很 本王知道了 知道了 解释了这么多 到底明白不明白啊 不明白 不明白 好 那有名的 你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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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想到 才能说 几个人 在这些条件 在这些条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爷叫你 还真等到王爷了吗 还真有这种妻女子 这士诚竟然有这么厚颜无耻 烈男怕缠女 好看 王爷 真是缘分啊 您这马车修好了 修好了 你今日 有没有好好的观政啊 今日看了三年的编冒明信呢 你看完了吗 可辛苦了 累得连口水都没时间喝 那你说说 昭明十二年 九月十三日的记录 昭明十二年九月十三日 我想起来了 这一日 买入了钢刀二百 牛五十头 马三十匹 然后卖出了米粮五百蛋 棉布三百匹 茶一百斤 还有盐三十斤 还真记下来了 下官自然是过目不忘 但是 但是王爷您记得吗 下官就算是骗了您 您也不知道啊 王爷 前面拐角处就是一品格了 这个点儿他们家刚好有新鲜出炉的千苏包 哎呀每次可都是大排长龙 不过王爷您的马车要是去了 那可是大驾光临 自然是不用排队的 王爷您知道吗 他们家的千苏包可好吃了 他们是挑选上等的精肉 剁碎了之后用独家的酱料腌制 然后包起来油炸 因为那个表皮经过特殊的工艺制作 一咬一口之后 它就会展开一层又一层的酥皮 那个肉汁就从酥皮里面溢出来 鲜香微辣 肉香扑鼻 植木小哥 王爷饿了 去买千苏包 王爷 去吧 去吧 王爷 您先吃 你倒是吃得香啊 王爷 您生来尊贵 吃能变规矩也多 但是这种东西 就是要大口吃才对味儿的 你在本王面前 讲过几次规矩了 要是王爷您大度 我才敢大胆了那么一点点 好吃吗 嗯 你与沈京洪之事 其实无需向本王解释 其实无需向本王解释 但是以后啊还是低调一些 那不行 王爷 那不行 王爷 我必须得跟您解释清楚了 不然 您应该认为 我是个两面三刀的人了 是有何方 不过这次 你一定还是因为爱慕本王 跟你走哪条路并无关系 要不 你下车再好好想想 下车 还真是说到做到 来 汉林渊鞭修木浊华 见过三位殿下 今日 下官将与三位殿下 讲一讲这 地理之学 木边修 讲学都不带书本的 下官要讲的内容 都在脑子里 不在书上 皇叔的玉牌 你可真有本事啊 讲学不带书 竟是比沈边钻还要厉害吧 我 你确实挺厉害的 先是胡家虎卫地利用皇叔 然后再攀附沈京洪 传出些风言风语 什么样鞭策 一派无言 这天下 都是真刀真枪杀出来的 第一天上课 大殿下就给了我个下马威 以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 大皇兄 不妨听听木边修讲学 木边修年纪虽小 但这般年纪 能种炭花 必然是有真材实学的 大皇兄一向目中无人 也就只有沈公子那样的人物 才能入得了他的眼 本宫 一下礼贤下事 本宫今日就要看看 你究竟有什么真材实学 这是抗域图 这是下官绘制的地图 三位殿下日后或者执掌天下 或者助手一方 理应对区域地理有所了解 常言道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地理之学是关乎民生政治的 不可不舍 你连北梁和东夏的地理都知道 世人都以为 北梁和东夏 分处荒野戈壁 和重障泥沼之地 毫无可取之处 实则是不了解他们的好处 殿下们若是感兴趣 就容下官一一道来 北梁封缠铁矿 有钢刀之力 有汗马之勇 北梁不过是南辰的手下败将 谈何理由 历史上南辰对北梁用兵不下千次 但从未真正地打服北梁 北梁人看似粗忙 实际上十分狡诈 他们拼尽全力也要打一场胜仗 来换得义和的权利 穆先生所言极是 大皇兄 当年你们便是打了场败仗 北梁才以此为借口 在和谈的条件上讨价还价 你说什么 你不过是在宫里面养尊处优 你懂什么事情军打仗了 当年若不是军里面出了卖国贼 我和皇叔早已踏平北梁了 这倒是和穆先生说的一致 北梁人狡诈 竟在皇兄你眼皮子底下塞奸细 蒙蔽了你和皇叔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跟皇叔 你们不过是躲在皇宫里面 只有我和皇叔 在前线浴血奋战 我也可以上前线 只不过没有机会罢了 大哥 论武功 小弟可不一定会输给你 好啊 今天我们就比试比试 谁先认识我 谁是懦夫 大殿下 二殿下 您赶紧去劝劝他们呀 二殿下 不然把丁王殿下请来吧 丁王殿下的话 他们肯定会听的 大殿下 大殿下 三殿下 快住手啊 大殿下 三殿下 今日咱们生的是文科 不是武科 待会陛下来看到了 被大翻雷霆的 丁王殿下 快住手 别打了 你假意出去找定了 是 你别打了 大哥 三弟 你们怎么打起来了 大家都是亲兄弟呀 点到为止 别伤着对方 二哥放心 我不会上了大皇兄的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二殿下 丁王殿下不在里翻院 我给他们留了信 等丁王殿下回来 他们自会转打 殿下们 别打了 三殿下 三弟 三弟 你就听二哥一句劝 大哥好歹也是真刀真香 上过正场的人 你输给他 不丢人 咱们可能会输给他 他不过就是打了场 败仗罢了 今日非得打到你 闭嘴不口 二哥 二哥 二殿下 跟你拼了 二哥 大殿下 你没事吧 大殿下 快说太医 大殿下 三殿下没事吧 你没事吧 大殿下 我看一下 放肆 手拿开 大哥 我不许犹豫的 大殿下 您这伤势怕是刺破了血管 片刻都不能耽误 下官略懂医术 请容下官 为您施针止血 好 不行 你如果扎坏了怎么办 太医呢 你那边干嘛 找太医去啊 是 大殿下 您这伤势真的不能耽误 下官用相伤人头 给您保证 绝对不会胡来 太后 大舍不好了 大殿下 大殿下和三殿下在置行斋 打起来了 佩兰 快被你 哀家要去置行斋 大殿下 您忍一下 你 你 指出了 指出了 好 三宗姑 欠你个人情 快叫人把殿下 抬回井宫休息 是 三殿下 让下官看看您的伤势吧 不 不用 我只是皮外伤 二哥 二哥 是我没有控制住 幸亏他会医术啊 是啊 想不到他的医术这般好 想必大皇子的腿 是保住了吧 嗯 保住了 太后驾到 大殿下 给皇宗母请啊 承儿 皇宗母放心 孙儿已经没事了 处在那儿作甚 还不赶快给大殿下看看 是 回太后 大殿下伤了血管 还好及时止住了血 否则就危险了 菩萨保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没想到 你还真有两下子 你就是慕浊华 汉林院编凶慕卓 见过太后 大胆 阿弥陀佛 皇祖母 承儿 你安心躺着 此时有皇祖母替你做主 皇祖母 此时和慕边秀没有关系 都是刘瑾这小子 出言不喧 我这棋不过我才 我才动了手 我我没有皇祖母 是她先挑衅我的 锦儿也受伤了 快去给三殿下看看 是 还 慕太后 三殿下只是皮外伤 并无大碍 慕浊华 你好大的胆子 年年不忘情未了 在耳边似摇 回忆出了脚 无处停靠 凉凉相望与小小 谁化作云烟飘扬 留下心的孤岛 做五万波桃 明明你知道 明明我明了 明明爱坐在眼底缠绕 为一个拥抱 用一生着想 在前方过境里寻找 明明你知道 明明我明了 明明暗生生死死缠绕 为一颗心跳 用天荒平调 用不理算我们早 说好 爱恨纷扰 忘不了 就算隔天地悠悠 灵魂想 灵魂想用尽 魂魂想用不理算 就算隔天地悠悠 为一颗心跳 用天荒平调 留住你也哪怕多一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